大家注意看 以后大白萝卜满回家 不要锁吃炖豆腐吃了 像我这样做上一道朝鲜族小咸菜吧 鲜香脆爽嘎嘎好吃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大白萝卜 不用去皮 直接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搭配上一些黄瓜条 煎辣椒 口感会更加脆爽 多撒上一些腌菜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2000多道家常菜教程 还是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吧 拜托大家了 把所有的食材淹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盐水 你可不要丢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食材洗掉盐味了 洗到不咸为止 最后用吃奶的力气把水分钻干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切成小段 盐葱切成细丝 给它们倒在食材里 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渡半态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 十九块九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所有的食材拌匀了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